顿绝了如来禪 六度万行体重远 顿就是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能够绝了 已经绝悟了 对真理都透彻了 这个绝悟了 叫顿绝了如来禪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佛性 那个本体都已经能够体会 能够进入顿绝了如来禪 然后六度万行体重远 这个六度万行 六度就是布施 持戒 忍路 经济 禅定 跟波仁六度 那六度万行 因为它开出来 布施的话 它有财师 法师 无畏师 那个持戒 它有色利戒 然后色善法戒 老义有钱戒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每一度里面各有三个 然后各有三个底相 又有戏目 就是很多 所以六度万行 六度我们行者吃了以后 就有万行 都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 它很圆满 都具备 六度万行 体重远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只要我们进入佛性了以后 有一些是我们佛性 祭备要去做的 像说事无量心 慈悲喜神 是我们佛性里面就祭备 慈就是娱乐 给人家快乐 悲就是拔苦 把重生的苦拔掉 然后喜 就是随喜 不忌妒 这个是最重要 我们内心里面 都有那一种 看不见的忌妒心 会促成我们造了很大的业 就是这个忌妒心形成的 各位心中有没有忌妒心 不但有还很大 所以我们不要忌妒 就是要随喜 先佛每一次借教人来 都跟我们讲 随喜功德是无边 有没有 都是这样讲 所以我们要随喜 人家得到好处了 要高兴 不要忌妒 就好像我们得到一样 随喜 然后舌 这个舌就不好做 舌就是全部都给人 那到佛的那个果位 像释迦摩尼佛 他已经成佛了 他连果位也把他舍掉 不要 可是不会因为他不要 我们就不称他佛 我们还是称他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的内心重要 不要助 就是我们有什么都不要助 都把它舍 全部都能够舍 全部都能够舍 才能够成就 能够很究竟 很高很大 不能够舍 成就就有限度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实际那个领域里面 我们全部都能够舍 所以六度万行 体中原 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佛性之中都具备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